底下一个问题 他除了每天念佛 及诵 一百零八遍往生咒外 因为父母身体不好 还发愿加念 一百零八部地藏经 及十万遍地藏菩萨生号 回向给他们 这算不算杂修 不算杂修 很好 这是你一点孝心 因为地藏经 也是大臣教里面的基础 不算孝为先 地藏经是佛门的孝心 所以自古以来 不论是哪个宗派 许许多多主持大德 在入佛门的时候 都以地藏经作为基础 认真修行 这个是有道理的 能按照理论上讲 这个是修地藏是入门 从地藏再提升 就是观音 把你的孝心发扬光大 叫大慈大悲 再往上提升 这就是文书 这智慧开了 最后的时候到普贤 普贤是广度一切众生 自己成就之后 要立一切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